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努力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可持续性是水力发电的核心 与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不同 水力发电不会像大气排放有害的温室气体 这使其成为传统能源的清洁和环保替代品 与风门和太阳门等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能源相比 水力发电对环境的影响也小得多 水力发电的可持续性因其提供稳定可靠能源的能力 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与依赖天气条件的风门和太阳门不同 水力发电可以全年持续生产 这使其成为希望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并改善能源安全的国家的理想选择 水力发电可持续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使用寿命厂 水力发电厂可持续使用长达100年 提供稳定和长期的能源 这使他们成为寻求投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政府和能源公司的具有成本效益的选择 水力发电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它能够储存能量 这是通过在水坝后面建造水库来实现的 这些水库可用于在能源需求低的时期储存水 当能源需求增加时 水从水库状释放出来用于发电 这有助于平衡电网并确保在最需要的时候提供能源 然而人们对水力发电的可持续性存在一些担忧 大型水电大坝的建设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包括当地社区的流离失所和自洋栖息地的破坏 此外大型水库的建造会导致甲烷等温室气体的释放 从而导致气候变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开始转向开发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小型水电项目 这包括使用不需要建造大型水坝或水库的净流式水力发电系统 这些系统通过涡轮机转移河流的一部分流量来发电 而不会显著改变河流的自然流量 总之 水力发电是满足我们能源需求的可持续且环保的选择 它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的能力 以及它的长寿命和储存能量的能力 使其成为寻求投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政府和能源公司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虽然人们对大型水电项目的环境影响存在一些担忧 但已经转向开发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小型项目 总体而言 水力发电有望在我们向更可持续的能源未来过渡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